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经历了史上最热的夏季 不仅严重影响到你我生命财产的安全 更使得我们的荷包缩水了 先来看平均菜价 在山陀儿逼近的时候 全台湾的菜价每公斤达到了63.7块钱 比平常台风季节前的平均30块钱 会上的两倍之多 更创下了历史新高 農委会也指出近15年来 每一年气候农损达到124亿新台币 放眼全球这数字可就更可怕了 联合国粮农组织就统计了 极端天气灾害事件 导致全球农作物还有畜牧业的生产 每一年平均的损失高达1230亿美元 此外呢 现在人为了身材 经常会限制自己淀粉的社区 不过以后会不会连米都很难买到了呢 稻米生产大国日本 近期就发生了令和米汪 而原因就是气候变迁惹的货 我们先来看报导 马上就来讨论 有关你我荷包的重要问题 卖场货架上 白米区几乎空荡荡 被民众抢购一空 只剩下选米还有货 或是零售的白米饭 卖场贴出公告 因应高温天气 导致大米流通量减少 供给很不稳定 目前不少白米都缺货中 在超市里面 现在就是说基本上买 想买米的话能买到 但是就是说数量比较少 就是说然后很多米的价格 比平时贵一点 日本受到极端气候的冲击 天气太热还有缺水 导致当地水稻欠收 从7月开始有不少地方爆发米荒 甚至祭出限购令 要求每户家庭每日 只能购买一包米等等措施 甚至也推升了新米价格上涨 就是说以前差不多两千多的 买五公斤的大米 然后现在差不多两千八到三千 这样吧有可能会涨 也是有涨幅的 日本的主要白米产地 2024年产新米的价格 比去年大幅上涨二到四成 而稻米种植面积排名第三的秋田线 全农秋田将主要品牌米 预估定价为一万六千八百日元 比去年高出百分之三十九 新榭线的月光米 也比去年高出百分之二十二 白米短缺状态的主因 除了受到气候影响 还有八月接连发生地震跟台风 造成民众囤米 连稻米产地的新榭线都出现缺货 截至今年六月底 食用米民间厨房量 只剩下一百五十六万吨 创下同期历史新低 大米之前的那个 也会影响大米的那个 就是收成然后怎么样 因为日本很多是一年 种两季的那个大米嘛 对如果是下半季的话 有可能就会影响到 就是大米的那个收成然后怎么样 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农民就是第一线受害者 不论旱灾或是水灾 都将造成严重灾损 温度过热导致百米收成后 会出现百恶现象 影响品质 甚至只能丢弃无法食用 而台湾也同样受到极端气候威胁 要避免产量减少 农作物的品种 农民种植方式 也得做出调试 其实粮食减产不只发生在日本 根据我们的气候变迁科学报告 您看到也指出 因为暖化加剧的关系 所以到2050年的时候 我们的水稻可能平均会减产百分之十三 至于玉米也会减产百分之十 那么粮食一旦减产的话 当然就会造成价格上扬了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的央行 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气候变迁如果持续恶化到 2035年的话 那么全球的总体通货膨胀 每一年会增加百分之1.18 食物通膨更高了一点 会增加百分之3.23 好 到底有没有解放 还有我们桌上也看到了一些米 等一下老师会帮我们来介绍 那这些米到底是不是应对之道呢 我们马上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地球解放创办人杨振福 杨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不过大家还是喜欢教您Kevin 好 再来介绍的是 嘉义大学农艺学系的黄文理教授 黄教授好 主持人好 好 那我们刚刚在报道当中有看到 日本居然陷入米荒 其实不只在日本 包括了在巴西呢 也遭遭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 所以像是咖啡啦 大豆糖 这些作物也都减产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追踪九大农产品的 这是蓬勃农业现货指数 就可以看到九月份耶 结果呢 大涨了百分之七 那么这是自乌俄战争以来 最高的涨幅了 好 请教一下Kevin 目前到底我们遭遇了哪些的挑战 还有呢 甚至有专家示警说 全球有可能会引发 所谓的粮食战争吗 这个粮食战争到底是唯言耸听 还是有可能发生 是的 实际上在粮食这个议题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所有的 永续跟整个世界的发展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它跟我们的身边非常近 但实际上呢 它其实就发现说 2023年 既然就有59个国家跟地区 超过2亿多个将近3亿的民众 在整个全球里面 面临了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状况 比去年增加了 前年增加了2400万人 而且实际上有36个国家 连续8年面临饥饿的危机 但实质上 全球在整个大量的分工 甚至是区域上面 在种植上面也有它的优劣势 这个部分里面 因为大国或者是各国 通常都是各以照顾自己为优先 所以并不会再考虑上 区域或整个全球 在粮食的供需流动 上面的一个合作的协调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粮食的危机 或者是粮食的战争 这件事情并不是唯言耸听 而是要告诉我们 的确是现在 全球必须要正视的一个议题 但是回过头来看 日本其实也没想到 居然会发生令和米荒这件事情 米价一年之内 居然上涨了17.2% 是20年来最大的涨幅了 结果就出现了米袋运动会 怎么说呢 稻米居然成为运动会的奖品 而且大家非常喜欢 而且主办单位规定说 你要自己把它扛回家 又达到了运动的效果 那么好复古的状况 不过也让很多日本人回想起 1918年的时候 据说他们米价也曾经飙涨 造成米骚动这样的一个 社会全国性的暴动 当时的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呢 改良栽种的技术 而且也加汇到台湾了 那么这一次呢 从历史的教训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日本的米荒 再请Kevin帮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 实际上在1918年的时候 那个背景是因为是在日二战争 所以因为战争所导致的米价的上张 就像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全球的整个动荡跟战争 背景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候 当时候有一个叫做 家庭祖父的逆袭 所以当时候在日本的全国 包含像明谷屋 京都等等 都因为要抢这样的粮食跟米 而造成暴动 波及了整个全日本 大概超过38个城市 而且超过1000万人参与其中 所以连首都东京都无可信念 但是呢 那个时候也因为刚刚所讲的 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增加了能够生产粮食 跟能够保障粮食的 比较短缺的这样的一个急迫的需求 所以那时候也批准了 现在大家知道的 台湾的这个迦南大军 的这样的一个建造计划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回应到现阶段看到 所谓的这个令和的米荒 实际上实际上是因为 包含气候的变迁 导致太热产量的下跌 第二部分 最近可能大家都有机会 其实数据说台湾 最常去的国家 就是日本做观光 所以现在大量 COVID-19之后的 大量观光客的涌入 所以整个部分里面 让整个市场上面 对于粮食的需求上升 所以在数据上面讲到 其实现在粮食的足迹 比过去认知上面更加集中 说什么呢 说全球的表面积的10%里面 百分之的重地面积 生产92%的 这样子的一个粮食 再加上现阶段 有非常多的地缘关系的不稳定 然后气候的变迁 然后大家刚刚所讲的很多 因为各自的保护措施的 贸易或相关的壁垒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实际上是很需要 持续在技术面上面 去做发展 所以刚刚也谈到说 其实现阶段 从日本到各国 甚至台湾 都也在做很多 在整个稻米 能够因应更耐旱 甚至是在种植的成本 用水上面可以更节省 这部分里面去做努力 好像我们的嘉南平原 也有修耕停耕 那现在我们其实研发出来 耐旱水稻 今天您也帮我们带过来 预估说是 一年可以节省将近四百座 蓝蚕水库的蓄水量 听起来好厉害喔 而且有日系品牌 已经在合作了 对不对 好 请您帮我们来介绍 这些水稻 为什么可以省水又耐旱呢 主持人特别提到这三个米 这三个米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危机道转机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介绍一下 它的原有 我想就一序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三个米最大的特色 这个一号米 事实上除了耐旱 现场大家可以闻得到 它是有非常浓郁的香味 那这个香味 台湾人很喜欢香米 但是台湾的香米 都是所谓的芋头香 现在最有名的高雄147 芋圈香米 这个都是典型的 但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香米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是泰国香米 一个是印度的巴斯玛提 那泰国的香米是茉莉香 那我们很荣幸 我们做完成分分析 这个加大台南一号香米 它的成分就是跟 泰国香米 茉莉香米的成分是一致的 所以事实上它是 台湾很少见是属于 茉莉香味的 那所以它非常浓郁 那除了它是香米以外 它有几个非常好的特色 第一个它的耐汗 所以刚刚主持人 也特别提到这个水库 可以节省四百座水库 我们当初在开发 这三个米种的时候 有做了非常严格的 田间的耐汗的实验 我们有限制它的水分的供给 有限制三分之一 限制三分之二 那事实上它就是 为什么会有刚刚讲的这个数据 是因为我们 它还可以维持稳定的收成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第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 糙米很多人担心 就是要泡 要浸泡很麻烦 那我们这个米 就是你可以洗一洗马上煮 可以马上有香喷喷的糙米饭 可以吃 重要的是它没有那层硬壳 所以口感非常的好 那最近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实验 它的动物实验告诉我们 它是台湾目前 然后我们用了不同的米种去测试 它是低升糖指数 不只糙米 连它的白米 也是属于低升糖指数 这个在台湾应该是首件 如果想现在是养生的蜂巢 这个是对很多人来讲 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一个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 现在是刚刚讲气候变迁的 调是作为一个就要减少 温室气体的排放 那我们这个米呢 它生育期很短 生长期很短 所以它很适合 一年可以种两季 而且它可以在 东北季风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采收 所以它生育期很短 你的用水量减少 第二个它肥料的需求比较低 所以它对我们水道种植来讲 最重要的是水跟肥 会造成甲烷跟N2O的排放 那我们最新的实验 大概可以减少 大概平均两公斤的白米 大概会有四点五公斤的 二氧化碳排放 那我们的米种 一号米 我们最新的资料告诉我们 大概是一点三 三六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 那另外现在提到这个二号米 这个二号米其实事实上 是它的妹妹 我教它 因为它就是类似我们的 台庚九号寿司米 差不多的概念 它冷饭特别Q 事实上它也是属于 是我所有的材料里面 最耐旱的就是这个 所以它是最省水 它产量不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很有潜力的 那我们也把它拿来做一些 清酒的酿造 还有米酒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相当好的一个品种 那至于这个小地 这个山地 这个加大台南诺山 我给它命名叫做 我常常会形容它 长诺的外观 圆诺的加工特性 那这一支是唯一外两边兼用 除了耐旱以外 它的因为事实上 长糯米价格比原诺好 所以它有好的外观 我感觉黄教授在介绍的时候 好像在介绍自己的宝宝 自己生出来的小孩这样子 真的 每一个都很棒 真的是真的 我们这个米种 它的妈妈是我们蓬莱米 爸爸是我们在嘉义查山部落 找到的一个原生路道 对 而且听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其实是莫拉克风灾之后 本来是要去做灾后重建辅导 意外发现了一个珍珠 是 这个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醒 那事实上去的时候 路是不通的 所以那个我印象很深 那个车子要开到河床里面 然后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地方 那是在阿里山 是 在阿里山州族 是 那我们去了之后发现 它有一个全阿里山卖系 最大的平 一般我们讲的这个丘陵平台 那当年他们其实 部落这边就 每一年 从他们的祖先留下来 就会告诉他们 每一年的下半年 他就是要种这个路道 他们叫做香糯米 非常有特色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用着手 用最传统的方法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比较经济的栽培 所以你去了以后 但是你会发现说 怎么会从石缝里面 会长出稻米来 真的在路边的石缝就有长稻米 对我们这种研究水道的人来讲 是很不可思议 那我们就从里面找到很多 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米种 那我们就带回了改良厂 带回了学校 做了它的背景的分析 它的清源 另外呢 做了改良 因为那时候我直接想到 它应该是耐旱最好的材料 所以从2009年开始 我们进行第一次的配种 过了大概八到九年的时候 这个时间我们终于 选出了目前你看到这三个米种 好 马上来请教一下Kevin 就是寻找这个抗旱作物 其实台湾还有一个 让大家已经失传很久 其实我也是 因为在准备这一次的节目 才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名字 它叫做游蟒 第二姐帮也有在推动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有可能去复活 这个台湾失落 已经长达半世纪的这个食物 叫游蟒呢 听说它是消失了六十年的 传奇古物 是台湾特有种 而且营养成分还满高的 包括了钙铭还有鑫 另外呢 有人体必需氨基酸 是稻米的两倍之高 而且它是内汗 是不是会成为未来的超级食物呢 是不是Kevin帮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也有带过来 这就是游蟒 对 这就是游蟒 那实际上台湾游蟒的重新发现 实际上是要感谢一位 伦敦大学的这个 考古研究所的这个学者 他也是在演讲里面 提到了这个神奇的作物 然后就引起了现在 而且已经现在是退休的部分 是中研院的行博士 就行语仪博士的助益 然后那时候 邢老师呢 他就也没有听过游蟒 但是在我好像契机 开始一个寻找 这样的一个失落古物的 这样一个探线 所以为了他能够找到 这样的一个游蟒的 这样的一个资讯 所以从原住民的祈祷里面 获得非常多的关键的线缩 所以让研究人员在 杂草丛中能够找到这个失落已久的游蟒 这样的一个很棒的超级实物的起初 大家也在想刚刚所谈到的就是 那到底消费者到底农民到底政府 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超级实物的发展 因为这方面不仅要能够回应土地跟气候 甚至抗旱的需求 那消费者的接受度怎么样 然后甚至是在经济上面的效益如何 如果现在真的要转做这样子一个超级实物 我相信大家讨论的跟思考的 来自更多从消费者跟市场的支持 跟愿意有更多的商品 这些的原料才会有去出 才会有更高质化的去出 那这部分里面也会跟台湾人的口味有关 或者是在大家吃杂粮的口味有关 因为它也消失一段日子 那我们都被驯化了我们吃饭 或是刚刚教授刚刚把我们介绍的 不同的风味 那到底这样的风味怎么样变成是 我们未来的食品的风味之一 它还有很大的一条路需要粥 但它的确是在现阶段 我们发现的在台湾非常有潜力的一个食物 好 当然我们刚刚也谈到了米 但是受到气候通膨的不是只有米 还有茶也是这样子 根据统计台湾一年平均要喝掉 十亿两千万杯的手摇影 不过现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之下 全球的茶叶也开始减产了 比如说印度年产量就大减了百分之三十 我们的阿里山号去年也因为干旱的关系 产量锐减了五成之多 所以一斤的涨价幅度大概是五十块钱到两百块钱不等 所以一样有气候通膨的问题 好 而且口感听说是大受影响的 但是我们知道黄老师您也带领了团队 在改良这个茶的品种 也要让它跟米一样耐旱是吗 好辛苦 现在要有很多的研发 是 品种改良在稻米里面是因应气候变迁的首选的作为 但是茶很可惜 茶 我们跟茶开场合作 一个茶的品种从它的副本母本找到以后开始进行配种 开始选拔 最快最快要十八到十九年 年 年 十八到十九年 所以我们常会跟学生讲说 你如果以后去做品种改良千万不要选茶 因为你一个三十年的公务生涯可能只有一个品种 你的青春岁月 是 成就了一个品种 对 所以事实上我们目前能做的 第一个事情我们就是从现有台湾种植的茶种里面 找到相对耐旱的茶种 所以我想大家都喝乌龙茶 清新乌龙是台湾种植面积最广的 大概有占六成 我们喝了六杯茶 大概有十杯茶有六杯是清新乌龙 那也是我们台湾高山茶的主力 但是事实上它对环境非常敏感 我们在前几年发现 其实也是大家很喜欢喝的金萱茶 就台茶十二号金萱有特殊奶香味的 它是在我们现有品种里面 茶种里面相对环境 高温也好 水来讲它都是属于相对抗旱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改善制成 所以事实上刚刚提到的干旱也好 高低温对茶叶的影响 最重要是对品质的 除了产量以外 它的品质 因为我们高山茶是单价很高 但是你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的品质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做了不同的一些不同的茶 不同的茶 五年前我们学校一百周年校庆 那我们特别带了学生去做了这个藏茶 所谓藏茶就是它通常会我们有做茶瓮 那做点藏 那学校的校史室里面就有那个编号一百号的那个茶瓮 那这里面的茶呢 事实上放了五年 大家会很好奇会不会坏掉 事实上茶没有坏的问题 事实上再不好的茶我们都可以泡出可以喝的茶 我不能说好喝但是是可以喝的茶 那茶的部分事实上它经过特殊的焙火 焙火就是除了一般干燥以外 你可以透过温度可能超过一百二十度一百三十度 大家常听到碳焙 这个都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主题 那我们经过适当的加工焙火之后 我们可以放 可以它是越来每一年会有不一样的风味 所以它的藏茶的意思是可以收藏起来的茶的意思 所以可以放久 越沉越香 那因为今天是球形茶 所以要趁近六分钟倒出来 所以它如果是调醒像红茶像绿茶 就是五分钟因为它比较容易舒展 那所以这个是在 不能泡太久对不对 那个风味上面 虽然大家都有一个讲法 就是好的茶不怕劲 但是那个听听就好了 笔记一下 球形茶六分钟 是 然后调形茶五分钟 是 你们可以闻一下 那这种改良茶叶它跟永续之间的关联性 最重要的关联性会是什么 是 我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茶种的改良不是一触可击 所以我觉得比较实在的问题是从既有的茶种里面 我们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茶笼朋友们 如果他那边有缺水的疑虑的潜在的风险 我觉得他们可以选择适当的茶种 比如说台茶十二号金轩 台茶十三号翠玉 或是台茶二十号营香 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对跟清新乌龙比起来 品质也可以不错 然后也有相对耐旱的 第二个我们当然会希望大家要重视 整个环境的维持 比如说有机质的供应 有机质的保护 那尽量化肥的使用量要尽量下降减少 那维持一个生态系 土壤的微生物相 这个对植株的健康非常有帮助 那它自然身体 身体好了 它的抗病能力就会强 抗害能力就会好 今天非常谢谢黄教授 茶好茶好米 谢谢 来跟大家分享 但是其实气候通膨影响的 不是只有我们的餐桌而已 甚至包括我们的柱的部分 也是会增加成本 比如说美国大家都知道 今年接连遭风的两次超级预风 灾损加起来居然超过了 和台币2.4亿 而且南台湾大家也都知道 今年也是两度 遇到了水患之苦再去重建 听说3D列印可以来帮忙吗 稍待一会儿我们要来关心 住的气候通膨 台湾今年遭逢了两次台风淹水灾情 无独有偶的呢 美国今年也遭遇了两大超级预风 专家表示极端天气时代已经到来 未来我们必须要更全面的制水防洪 以自然的方法来管理雨水才是好的解方 好 我们就先来看美国跟台湾的重灾区 如何面对 预风密尔顿清洗美国佛罗里达州 虽然从原本五级预风逐渐转弱为一级 但引发的灾情依旧惊人 米尔顿从佛州西岸登陆 沿海房屋几乎全毁 大量船只被冲上岸 圣皮德堡成品康纳球场 屋顶遭强风蹂躏 只剩下骨架 市区高楼的起重机和阴架倒塌 压毁建筑 米尔顿飓风横扫期间 也生成超过30个超强龙卷风 圣路西郡数百户民宅被摧毁 至少造成6人死亡 风灾经济损失 出估上看500亿美金 这还是根据有保险的灾损估计 没有保险的还没有算进去 像是住在淹水危险区的佛州居民 大部分都没有保险 多久之后这些人的生命 都被摧毁了 在淹水危险的存在 是一个巨大的保险危险 在近几年 几十多的各种货币 都被缺乏离 或停止接受新的客户 或被放在国家的保险 所以结果 这些保险保险的保险 可以为这家的保险 超过20万元 比资金更多 所以这些家庭 都没有保险 美国接连遭两个 制灾性预风侵袭 极端气候频繁出现 地球暖化已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但美国仍有为数不少的民众 不相信这个说法 狂风暴雨又急又快 雨雪中透天坐三楼 往下流到一楼 这是位在高雄的民宅 平常租给男嫖青年 这回山途的台风来袭 强降雨让高雄地区不少地方 都发生了淹水情况 短时间的强降雨 然后雨量 有时候湿雨量都会突破 七十甚至于到一百 那这样的情境 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地球环境变迁的因子 它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地球环境 现在已经是越来越远近 我们可以知道灾害的发生 雨量的这样造成淹水的情境 也越来越频繁 近年来受到极端气候影响 强降雨沉出不穷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北市2021年6月4号 当时受到采雲台风外围环流 和午后热对流影响 北市降级豪大雨 根据统计 当时时雨量最高 出现在台大附近观测站 一小时时雨量高达两百零九毫米 是北市史上最高纪录 也是气象属全台观测站 史上第二名 专家觉得提出 透过三道工程措施 来进行都市防洪减灾 第一是外水防洪 属于传统除蹄防止山洪流入的城市 第二是内水防捞 透过透水 制洪石与排水系统 来缓解淹水问题 第三建筑防淹 是让淹水冲击降到最低 透过更新都市建筑法规 强化现有建物 地下空间的防淹能力 来减缓淹水带来的灾情 好 刚刚看到报道当中 美国的密尔顿飓风 创下多项记录 比如说成型最快 还有风速最大 史上第五强 以及警报最多 更重要的是 它的经济损失 高达核台币2.4兆元 但是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 我们刚刚报道当中也指出 这个保险费真的是贵到不行 很伤您的荷包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还有就是灾区的重建 又有哪些比较低碳的新的工法 我们这段节目邀请 另外一位老师来加入 那就是冯甲大学建筑专业学院的 盛玉婷 盛教授您好 主播好 各位来宾好 同时您也创建了这个Russell机器人 建造实验室 对不对 机器人跟永续之间有什么关系 马上来跟我们分享 不过我们首先还是要来请教一下 Kevin的旧事 其实报道当中有提到 很多的灾民真的没有保险 为什么实在太贵了 为什么这么贵呢 因为保费这么高 平均居然要9213美元 这是在佛州2023年的住宅保险 价格则合台币29万 真的是非常的贵 但是环境资讯中心我们看到了 如果以后为气候变迁 你要付出的终身个人成本 他们有统计出来 这个来源是天下杂志 引述了全球顾问公司ICF的数字 就是2024年出生的美国公民 如果他到80岁的时候 可能要付出的这个个人终身成本 就高达折合台币1600万 包括了房屋 粮食 还有交通等等等等的成本 统统都垫高了 不过只有一样东西是减少的 那就是收入 减少了2.5万美元 折合台币大概88万 请问一下Kevin 这样子的现象 我们会想说没关系 反正24年出生 到这个80岁再说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发生了 是 实际上如同主持人讲的 在国际的权威期刊 Nature杂志里面其实也讲到 其实2049年 其实我们整体全球 要面对整个气候的 整个变迁跟危机 大概应该会造成超过 整个38兆美元的损失 那这部分里面可能在 2100年损失可能再翻一杯 但就如同刚刚凯文姐所讲的 其实在很多的 因为气候所导致的损失 甚至是要付出的 个人的终身的成本 实际上是非常高额的 刚谈到了这个1600万 其实里面包含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 住房 像现在极湾气候之下 不管是淹水 然后飓风 台风 这个部分里面大概就会 造成我们在研究数据里面 指出说大概有超过400万台币 要多付出 那粮食呢 在气候变迹底下 有些的部分里面 它在整个气候跟生长 种植环境没有这么好的部分 又会再多加价格的上涨 因为粮食的短缺 或者是生产量的不稳定 这部分又多了100多万 然后能源跟交通 医疗等等 甚至是刚刚说缴税 因为政府必须要有更多的税收 去把很多风灾或水灾 能够去重建出来的基金 这部分里面 其实除了政府整身的 这个能量去做重建之外 最重要就是要靠税收 所以刚刚所讲的就是说 其实要在这部分里面 会使得我们此生 很多在开发中社会里面的居民 大概这个人生里面 要多缴20万以上的美金 多的部分 就是超过600万多的台币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里面就造成万物皆长 但是你的荷包就持续缩碎 荷包毒瘦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 特别是房屋的部分 现在就要来讲的就是 既然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严重 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减排 让这个升温稍微缓和下来 至少能够有一点灾害控制 不要再继续的恶化下去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来看看重建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好的解方 那重建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低碳的工法 比如说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这些工法是不是可以试用 居然我听过 3D列印可以盖房子对不对 然后在灾区重建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包括了美国跟日本都有在用 盛教授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请问一下 这会是重建房屋一个好的方法吗 是的 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各式各样的 气端的变异 然后造成环境的这些冲击 所以大家也都在想说 其实我们也想要结合这些 新的科技方法来 有没有办法来帮助 各地来解决这样子的情况 包含美国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3D列印用了很多 在一层楼的这种列印方式 但它其实面临到的 风灾啊 或者是龙卷风这样子 巨风的情况 其实它们对应到 其实过去它们是用 比较多是木造的房子 所以相比于这种水泥列印 它其实可以让它们达到 是更强固的这个结构性 以及它们的腹地 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水泥列印它的这种 快速的建造方法 其实是很快速的可以回应 它们的这种建造的情况 是哪一些部分 可以运用到3D列印呢 在盖房子的时候 在盖房子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水泥 能够在它挤出的时候 瞬间成型 像挤蛋糕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 让这个各式各样的形态 能够瞬间的 把我们要的类似柱子 或者像这样的形态 建造出来 那现在是直接把它列印 就一个柱子在那边 然后你就是把它 把它堆叠起来 是这样吗 有点像乐高积木的概念 对对 其实就是像乐高积木的概念 那其实 这个也是我接下来描述的 像美国大家 大家都是列印一层楼 但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讨论 台湾其实是类似乐高的概念 练一个柱子 练一个墙 用预柱这些单元的方法 去把它组装起来 其实是更适合台湾的方法 是 然后透过这种 3D列印结合 现在运算跟AI的方法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不再需要用模板以外 它可以减少这个模板的用料 水泥其实是最大宗 在我们现在碳的计算的来源之一 但透过优化以后 其实这整个柱子 其实可能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用量 所以它可能 其实是中空的柱子 它也结构其实是够的 但透过这种列印的工法 其实可以 我们目前估计可以减少到 30%以上的水泥用量 所以碳就在这个当中 大大的减少起来 好 可是马上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是消费者 我要买一个房子 我想说 我本来我花了这么大的金钱 去买一个房子 你给我一个中空的柱子 这个接受度可能有一些困难 对不对 所以观念的改变很重要 对吗 Kevin 有一个数据讲说 新的科技跟新的材料 或循环或减碳 所增加的成本 最先进的消费者 或最有环保意识 或减碳意识的消费者 最多可能只愿意多付出 10%到15%的成本 所以如果今天在整个价格上面 甚至它心理上面觉得说 那我一生买房子 就是一个大事 但这个大事里面居然 你给我一个 刚刚讲说 好像在过去传统观念 没有非常相近的 这一块的一个产品的时候 那市场的接受度怎么样 第二部分是建商 如果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讲 它整体的成本 它想要能够有机会去 转嫁给市场吗 或者是现阶段 我们持续在关切 政府在推动的 整个绿色循环 跟低碳采购上 是不是由政府的 这一个公共部门 先作为第一个领头羊 让好的技术 好的工法 跟好的能够对市场 呈现的真正的案例 让它能够被建计起来 那这样接下来 就会有更多的人 愿意采用这样的新的技术 然后进到真正的市场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极端天气 现在已经隐隐然成为 全球住房的危机了 那么甚至呢 除了建筑成本会急急高升 还有动不动要重建 都是增加了很多的 成本的负担之外 美国气候风险管理公司 也示警说 美国其实有两层的住宅 他们都可能会饱受 风灾的冲击 那到底有没有解放 还有就是房市 有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吗 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 美国房产一落千丈 次贷风暴还记忆犹新 但专家担心 类似的情况还会再发生 只是这一次股牌倒塌的推力 却是气候变迁 现在在气候风险管理公司 担任顾问的伯特 其实就是电影大麦空主角的原型 曾经精准预言 2008年的金融海啸 这次伯特直指美国房产面临隐藏危机 预估美国大约有两成的住宅 可能淹水 恐怕有定价错误的风险 一旦灾害来临价格修正 将对整个房市造成冲击 因为水患因素 时常被忽略 而且伯特担忧这样的房价大跌情况 不只会出现在美国 全球各地都可能有类似的风险 还会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2022年巴基斯坦一场洪水 220万栋房屋就这样泡汤 英国也有六分之一的人口 住在水患的高风险区 一年因为水患造成的损失 恐怕达到8.7亿美元 去年美国也遭逢飓风侵袭 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美元 这样的冲击对房市 也造成严重的风险 专家预估美国房价 可能被高估了2370亿美元 一场严重的风灾水患 上千亿的资产 可能就此化成泡沫 It's currently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14.6 million homes in the US or 10% of all properties face a 1% annual likelihood of flooding and expected increase in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flooding could expose another 1.6 million homes by 2050 while annual damages are forecast to jump 26% over the same period 极端气候对房产的威胁 冲击到房产交易市场 银行房贷 还有保险产业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显然不能小觑 尤其金融系统 前一把而动全身 就怕一场强烈风暴来 习蝴蝶效应的影响之下 全球金融也会受到风暴喜倔 好 刚刚聊到了 气候变迁 其实会让建筑的成本 节节的升高 那除了原物料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人工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因为很热啦 或是什么 没有办法长时间来工作 所以就造成人力的成本 或者是工时的问题 缺工的状况 就会比较严重了 郑教授您对于这样子的 一个状况 有提出一个解方 就是机器人也许可以帮上忙 对不对 所以你们成立了 Russell机器人建造实验室 那请问这部分的进展 目前如何 我们Russell机器人建造实验室 目前已经有开发了 实际的机器人 然后结合了 自走车的移动系统 然后进到工地现场 那工地现场 其实跟一般的自动化现场 不一样 它其实需要符合工地现场 其实是 每天的环境都不一样 那我们其实 开始是跟营造厂去讨论说 怎么样的工相 其实他们现在确工的 那这些工相 可能其实包含像 喷漆 然后打底泥座的工相 在工厂上 我们在这边也可以透过机器人的方法 让这些劳力辛苦危险的工作 让机器人来施作 那其实 现在其实结合这些 AI的技术 包含视觉的技术 然后空间认定的技术 其实我们都在我们的电脑端 先去做学习 目前其实我们机器人 叫做黑武士 那它在工地现场 它目前执行的最愉快的 应该是喷气的工相 所以它可以喷 包含屋顶的这种天花墙面 那天花这种工作 其实是师傅 原本需要搭架去施作 然后尤其抬头的这种工作 是他们长期施作下来 肩颈是非常劳累 然后吸入性 长期也会危险的工作 所以他们开始在 一个一个的开始 在帮助他们实行这样子 那除了喷气之外 还有哪一些是 目前正在研发当中 但是有碰到一点小困难 需要再来克服的呢 其实泥座工相 其实也是现在非常缺的 但大家可以知道 泥座其实是还有这个力道 以及它需要非常平整 那其实我们目前 泥座已经做的 其实也是有达到平整 那大家可以想象 泥座其实是非常 困难的一个工相 因为它要跟水泥这个材料有关 然后而且在这么复杂的 工地环境中 当模板拆掉的时候 它的完整面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因为机器人揭入以后 开始有讨论人的工法 跟机器人工法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开始不用 可能原本要放样线 但机器人通过机器视觉的方法 它其实开始有工序的差别 但是水泥这个材料 当你的误差可能只有1mm 但那个刮痕还是会出现 那它的这个细致度的程度 怎么样可以在这种 开放的环境中 开始达到新的训练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 把机器学习 用在这个引荐场域上 那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在全世界上都是非常新的探索 其实我们讨论这么多 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 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 即将天气的关系造成缺工的一个困扰 所以有一部分如果用机器人取代的话 才能够不要让气候通膨越来越严重 但回过头来要请教一下Kevin 其实也有人把这个 比如说气候通膨这种涨价的原因 归咎于说明年要开征碳费 就是受不了 我本来买个房子已经很贵了 你还要再开征碳费 好了 那我以后这个建商会不会把碳费 就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呢 那么一般认为说会上涨5% 当然环境部马上就说不会不会 大概他们评估是1%左右 可是一个房子一趴也蛮多的 请教一下Kevin 到底碳费这件事情 要如何避免涨价成为一个借口 然后又如何让一般的消费大众 能够去接受 就是说我付碳费这件事情是需要 而且是建在弦上必须要做到的 其实第一个部分是大家要能够知道 其实碳费的本意 实际上是要能够减量减排 第二部分是也把过去我们 所忽略掉的外部成本 让它能够正式化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行政院主地处也公布 今年的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是2.24% 那标破是2%的通膨的 这一个境界线 所以刚刚在主持人所讲到的 大家对于整个房价 甚至刚刚讲说会不会因为碳费 建商就认为整个碳费会 把整个建筑部分能够抬高 房价上涨5% 那这部分里面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理性的思考 从钢筋 从水泥 甚至未来的铝 铜 瓷砖等等 可能都会有相关的这个附加碳牌的费用 所以它实际上的确增加了成本 但实际上在整个的建商上面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它很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台价 其实这部分是不合理的 因为实际上在整个建筑的成本里面 若以原物料来讲 大概就这样占三成 所以三成如果能够再多加一点点的碳费 在这个部分里面 它其实相较于整个房子的建造成本 实际上的确就如同专家跟学者所预估 大概就1%左右 但这1%左右到底会使整个房价会上涨或下节 这部分里面第一个还是要回到市场集资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常常在笑说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净铃跟减碳 其实循环净铃不是议题 背后经济才是一个议题 所以当我们今天因为循环或减碳的部分 整个房子的成本增加 但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又遇到了 少子化跟人口会下降 所以当我们今天的工跟虚 它也是最重要的取决于市场的价格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后第二部分呢也提醒了我们 其实在经济跟循环跟减碳上面 其实很多人在笑说很像是 在自然主的眼光里面看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合理 但实际上当你回到社会 回到社会公平 回到现在大家的经济水准 来看待整个现阶段在整个建筑或住房 或大家希望还是有一个好生活 地球要更永续 但人的生活能够持续越来越好 健康能够越来越好 我相信这才是民众所关心的 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稍待一会儿我们再回到题观点 如同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切磕通膨正在侵蚀你我的荷包 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吗 那除了用科学的方式找出 很多种的解方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地减碳 希望能够降低地球的负担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加入 也谢谢两位老师 好 我是壮开文 我在题观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